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新增127例 境外移入1例死亡人数20例 其中以新北市81例为最多 再来是台北市30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好 各位记者李氏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先首先跟大家先报告 我们今天的病例数 那我们今天的确定的病例 总共有128例 有127例是本土 那1例是境外移入 那死亡个案20例 指挥中心在6月19号表示 截至6月17号 礼机公布12385位确诊个案中 已有7189人解除隔离 解隔离人数达确诊人数的58% 而在19号新增24起 接种疫苗后的死亡通报 目前共累计49起 陈日中说明 已经有4名案例接受解剖 述步判定死因与心血管疾病 和慢性疾病史相关 目前没有死亡个案被判定与疫苗有关 但还是会持续监测不良事件 国内拼大规模疫苗接种 截至6月18号 施打完两剂疫苗的人已达2.7万人 陈日中也表示 接下来将对5月9号前 打过第一剂疫苗的民众 开放第二剂疫苗接种 约有6.7万人 而由于长辈接种疫苗 猝死案例增加 也开始传出有还打潮出线 陈日中表示 目前75岁以上 长者施打率约为55%到60% 目前也没有要下放施打 判能尽早打完 印度变异株Delta正式成为全球传染主流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 在英国病例中 有9成个案感染印度变异株 大部分都是因为没有施打疫苗 或只有打一剂的人 而印度变异株会增加加护感染风险 及住院比例 因此当地也提出警告 呼吁民众尽快施打完两剂疫苗的接种 陈日中也表示 不管是什么变种病毒 都需要提高警觉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